大家好 这个视频聊聊为什么有时候录视频这个事情 因为录视频也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 它需要先拍摄然后剪辑 还要有一个话题 很多人其实面对镜头他会很尴尬 会很紧张说不出话了 其实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自媒体 其实对于视频来说 广告收益很少了 包括如果你流量不是很大的话 其实拍视频如果从另一角度讲 可能是不法上的 因为有拍视频和剪辑视频的时间 你随便做点什么 可能获得的金钱收益都比较高 其实在国外我拍视频的主要目的 一是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二是太无聊 因为如果你是在一个 全部周围都是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好 你每天可以和中国人聊天 和他们喝酒出去玩 感觉和国内除了饮食和气候 其他和国内差不多 但是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周围也没有中国同事 就我一个是中国人 因为其他的孤人都是越南人 包括后来我 包括现在吧 我周边也是没有中国人的 所以导致了有时候很孤独 我觉得这是比饮食和气候更难克服的 因为人在一国他乡 没有朋友 然后没有亲人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周围又只有你一个外国人 就算你会语言 因为我是会越南语的 所以我还偶尔可以跟越南人聊一聊 但是很多人他是不会讲越南语的 不会你所在国的语言 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非常孤独 你感觉周围和你格格不入 所以我很多时候录视频并不是说为了赚什么钱 或者是为了做什么 功利性的目的 其实只是借助这个平台 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我很难 平时的话我走在路上也好 再去吃饭 去逛街 去买东西 去散步 我都是很少和人说话的 因为大家都是越南人 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怎么和别人说话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大家再见 谢谢